极限捉迷藏到底有多好玩 躲藏方式任意选择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们做不到 每个人有十分钟的躲藏时间 眼睛哥打开下水道的柜子 这里面也太难闻了吧 只能换个地方了 居然想躲在冰箱里 可真是个平静无奇的小天才啊 你喜欢迷你世界还是我的世界 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拿了出来 再把自己塞进去了 小子这边则是打算把自己塞到脏衣楼里面 居然刚刚好能装下 小白来到院子里各种寻找 找到了很多纸箱子 打算全部折好 随机躲进去一个 小白选择了角落里的小箱子 估计要在这里躲很久 接着轮到土豪来寻找了 在沙发上蹦蹦跳跳 就算有人躲在里面 也要被踩成重伤啊 自信满满的打开冰箱一看 里面居然没有人 眼睛哥到底转移到哪里去了呢 来到卧室 以为被被子下面有人 没想到啥也没有 居然是障眼法 土豪拿着一盆水 直接泼了过去 没想到脏衣楼里 也没有人 实在是不合理啊 突然看到院子里面 居然有很多盒子 迫不及待的就拆了起来 还随手拿起来了个棒球棍 晃晃就砸了起来 这要是打中小白 估计小命难保啊 砸了这么多个 里面一个人都没看到 土豪都快崩溃放弃了 角落里的箱子也没有人 原来小白躲在了饮水机里面 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啊 土豪看到这个沙袋 瞬间手痒痒了 一顿拳打脚踢 你喜欢王者还是吃鸡 小子躲在里面疼得瑟瑟发抖 为了奖金 也忍着不敢出声 这也太惨了 找得土豪可得不行 到饮水机这里接了一杯水 小兰趁机转移阵地 土豪刚准备换水 发现饮水机被人动了手脚 但是为时已晚 来到房间里 一顿寻找也没找到人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老弟躲在里面 都快压扁了 土豪赶紧好像有东西在沙发下面 打开一看 果然老弟躲在里面 土豪又来到浴室里面 洗衣机上的衣服也太难闻了 一下子就扔洗衣机里了 没想到居然被扔出来了 再接再厉 把脏衣服都扔进去了 臭的眼睛哥 一下子就爬出来了 转脚遇到爱啊 刚上楼 就发现转移阵地的小白 躲在行李箱里 也太搞笑了吧